即时新闻综合报道,台湾籍嫌犯在肯亚从事诈骗行为招待,共有44人被遣送至中国。 经过一年多的审理,中国法院今日开始宣判,首批台湾嫌犯各被判使至15年有期徒刑,第二批17名诈骗犯判决结果也出炉,最高判刑3年,其中有9名诈骗犯是台湾人。 综合媒体报道,针对肯亚跨国诈骗案,中国法院于今日早上8时30分,上午10时,下午20时,共开三庭宣判,早上的判决已经出炉,首批听审的嫌犯共33人,被判10年到15年有期徒刑,主贤则都是15年徒刑,并有折合新台币1万至7万5千的罚金,同时耻夺公权。 第二批17名诈骗犯判决结果也出炉,判处17名被告有期徒刑3年至1年9个月,不等刑罚并处罚金。 今下午还有第三批宣判,北京市第二中院上午8时30分,先对涉案的第一批33名被告做出重判,其中有13名被告是台湾人。 张凯敏林金德两名台湾籍主贤被判有期徒刑15年,第二批17名被告有许伟伦等9名台籍诈骗犯。 中国法院指出若对结果不符,从明日开始10天内可以上诉。